Hello,我是黃遠芬,在聖養室第三十任校長 其實我是第三十年教這間學校 不過第三十年對一間一間一百四十七年 學校的歷史下都是微不足到的 我是第三年做校長,我就想想 我怎樣可以將這間學校提升 我就想想,其實我學校裏面 有很多優良的素質,包括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學生有不同的表現 他們有不同的潛質 是一個很多元化的同學生組成一間學校 於是我們做的時候,就想想 會不會做一些A餐,就是訓練他的學術 B餐,就是訓練他的體育藝術 還是C餐,就是一些潛能的學生去發展這麼簡單 我覺得並不是如此 其實學校好像比喻是一個吃泡妃一樣 其實你只要有任何的才能 你有任何的興趣 都能夠找到你的發展的地方 以及你發揮的空間 我們很願意去幫助學生 去發掘他的才能 以及提供一個舞台給他 當然,我們的學術方面的成績 都是很優異的 我都希望能夠同學仔很專心地學習 但在專心學習之餘 他是不是想再發展其他才能的話 我們更加歡迎 以及很願意去幫助 學校裏面都不是直至學校 其實我們的學生是無需交學費 原因是因為我們是一間有教務類的學校 我們希望能夠幫助到不同階層的同學 都得到一個適當的地方讓他們去發展 我們的old boy是很喜歡學校的 所以經常都回到學校裏面 去幫助可能是捐錢 或者可能是做個coach 又或者可能是帶領他們 一些工作機會給他們實習等等 甚至那些old boy都會回來 做一些免費的補習老師 就是這麼喜歡學校的了 那學校有什麼魔力 令學生這麼無償地回來幫忙呢 我相信是因為我們對學校的愛 我們的老師對學生的愛 我們任何員工對學校的愛 等等是令學生感受到這一點 所以才這麼喜歡這間學校